这陈忠决说林志坚论文 对选情或许有影响 但是没关系 他用证件来争取支持 可是你疫苗这件事情 疫苗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 你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吧 好那现在又传出 在国民党的这个 有一份台北市长部所做的一个 最新的民调 就是蒋万安从50%跌到了30% 他现在限注了30%保卫战 那目前虽然还是以30%的民调 是稳定领先的 但是引起大家侧目的 反而是黄珊珊 黄珊珊在他的本命区 港湖区这个部分 我们知道当然是 港湖区是蓝绿基站 他说这个部分 他这个陈时中 居然赢过黄珊珊的本命区 陈时中在这边暴冲 民调冲到第一名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会对这选情埋下 什么样的变数看一下 我没有看到这边民调 然后我对这个报道 是很高度存疑的 因为我有看到这个 国民党台北市党部 然后针对所有选区里面 所有选区做的这些议员的民调 议员的民调呢 那其实其实国民党在这个议员席次 基本上是碾压其他政党 碾压了 碾压了民进党跟民众党 民众党初期的低啊 民众党现在在各个选区加起来 能够被列进安全名单的 大概就两席啊 就两席 然后呢 民众党他反映的是 他的政党支持率稍微高过他人选的支持度 那就代表说这个状况恐怕不会太乐观 那国民党的这些议员 现任的议员几乎每一个 每一个都稳稳的在安全名单当中 当然我们要恭喜你汉庭 汉庭在士林北流区也是在安全名单当中的 所以这样的数字你告诉我说 陈时中会逆势往上 我是高度存疑的 我是高度存疑的 举例来说 就拿这个 就是离我家比较近的大安文山区 目前国民党的所有议员 现任提名议员 全部都在安全名单当中啊 然后民进党提名五席 只有三个人进去啊 只有三个人进去 然后你告诉我说 陈时中这个逆势要上养了 然后在港湖区 港湖区这份同一份 就是这份民调 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做的民调 民调第一的 民调第一的 国民党提名的每一个人 都在安全名单当中 其中李彦秀一个人 一个人的支持率是20% 你告诉我说 陈时中在这边会逆势变第一名 这有可能吗 所以我对这个报道高度存疑啊 我有看到议员民调 我没有看到市长民调 所以我不太相信 这件事情是真实发生的 但是黄珊山的声势 现在看起来会出现一些问题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他预计这个礼拜天要请辞了 那当然他的选战 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他过去是非常的依靠 台北市政府的行政资源在选举 比如说之前这个新闻也有揭露 他在很多市场跑市长的行程当中 就是用一个市政府在视察市场 但其实把这个民众党候选人 都发来一起跑 这样子的一个选法 那在他辞去副市长职务之后 他可能要变成要靠自己 没有办法依靠市政府的行政资源之后 他的选战进入这个阶段的时候 怎么展开 这是他第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的事情是 刚刚那同一份民调当中 黄珊山在港湖清点的接班人 这位也是民众党发言人 这个陈又成 他没有在安全名单之内 他没有在安全名单之内 所以黄珊山把他的选票 直接给转移给自己 清订的接班人 都出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觉得确实 在这场选战当中 可能我个人认为 在9月10月会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这关键时间点就是 他这个三足鼎立的形势 会持续多久 我是高度怀疑的 那至于说陈时中会逆势上升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是非常的低 第一个除了刚刚讲的 那个议员跟市长会脱钩到这种程度吗 我是不太相信 然后再来就是 就是我非常同意上一个阶段的来宾 都在讲的陈时中的仇恨值 对 仇恨值是给所有原本对蒋旺安挑三减四 但是很多闲货才是买货人 的很多这个蓝营的 包括我们自己家长辈也是这样子 都觉得说他怎样不行 他怎样看起来 他太软弱了什么什么什么的 但是呢 大家都看着陈时中的嘴脸 实在每天都非常的生气啊 实在太讨厌陈时中了 所以到最后 要去投蒋万安 对不能给他任何机会当选 所以陈时中正好就是蒋万安的救赎 希望陈时中继续 每天不断的讲这些干话 然后这个选举就会变得比较明朗了 民党现在呢 反正就是接下来就是打抗中牌了是不是 因为对他们来说 其实不管怎么讲 这个事情暂时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也就是对他们来说 反而开始可以拨云见日了 是这样子吗 可是不对你郑云鹏挺抄袭 那沈慧宏还要选 那两个人要怎么拗怎么选到底啊 我就是分几个问题来讲 就是大家一直在讲说 民进党在今年打 什么抗中宝台或芒果干 我觉得没用啦 我就直接讲 我觉得没用啦 因为几个原因嘛 第一个原因是 第一个原因是 这是地方选举 抗中宝台跟芒果干 本来它的效应就会很低 就会相较于中央选举 它的影响度 会在民众心中觉得 它重要性会降低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事情是 现在所有的候选人一字排开 国民党真的比民进党优秀 然后很多是现任的 又掌握行政资源 然后他们在2020年总统大选 国民党大败之后 韩国瑜被罢免之后 每个皮绷的跟什么一样 每个哪个不是拼了命在做 所以他们的政绩确实比较好 表现也确实比较好 然后这个水准也比较好 蒋万安跟陈时中 陈时中是个干话王 是个干话王 你拼命一个干话王 跟拼命一个抄袭仔 这种卡销都出来选举了 那这一字排排 确实这个人选的实力是有差别的 那所以这两个因素加起来 我从来不觉得什么抗中保台排有用 至少它的效应 不会像是2020年总统大选那个样子 然后再第三 第三是国际形势也在流转 也在流转 过去2020年那时候 2019年的时候 那时候美国是毛起来帮民进党 还炮制什么王立强案 然后搞一大堆有人没的 他就是全力要把国民党干下去 所以他就那个国际形势是这样 但现在是吗 现在是吗 裴洛西来台湾之后 来台湾之后 然后呢这个中国大陆军演 雷根号跑了比谁都远 又回来了回来 又回头了回头了 又要来台海又回头了 美国也不想你在搞事啊 玩得差不多就OK啦 不是每次他都要把你这个对立 激化到这种程度 真的打起来也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国际形势也在改变 第四个是民进党自己跪下去啦 民进党自己跪下去啦 在这段抗中保 在这段这个军演期间 飞弹头你头上飞过 过去中线要发文啊 要发文说立刻驱离啊 飞弹头头上飞过了 你不要看就没事了嘛 然后呢 在这个军演结束之后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经济上面的封锁 对外人开始严格执行 台湾所有生产货品 要在那边要进口的 或是要从中国到出口的 都给我叫中国台湾 结果呢 过去你讲中国台湾还得了 凯翔王 所以你刚刚提到 四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 这是地方选举 不是中央选举 抗中保台本来就没有这么大号召力 第二个 现在的这个现任的首长 跟提出来的候选人 国民党比民进党优秀 这是人选的问题 第三个 第三个问题就是国际情势在流转 看起来没有 这不像是2020年 2019年那个状况 所以美国也没有打算 在这个时候 再拼命的加码 去帮助民进党胜选 然后所以国际情势看起来是缩了 看起来是缩了 然后第四个 第四个 就是民进党自己也贵了啊 中国台湾 所有出口商品要讲中国台湾 过去这是违法的啊 结果经济部直接说 专案来专案审查 你要印中国台湾 没关系就这样子吧 就这样印吧 就这样印中国台湾就出口了吧 你自己都 你自己都 你自己才是贵得最低的那个人啊 你自己才是那个 不敢抬头看的那个人啊 那你叫叫叫什么叫啊 叫什么别人 别人都卖台 你卖得最凶啊 马英九当八年海峡中心还在 还不会叫中国台湾 你现在自己跪下来说 你们就叫中国台湾出口吧 海峡中心也不复存在 那所以你什么玩意儿啊 你在那边跟人家呛什么呛 这就是民进党啊 所以今年选举没这回事了啦 论文门死定了啦 桃园民进党是凉了 看是要一尸几命的问题而已啊 我讲到陈时中 我觉得陈时中的荒腔走板 确实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原本以为英系 哇这个机器 党国机器开下去 陈时中这个臭的 搜的都给你看起来好像能吃一样 结果殊不知 他的团队包括他本人 就是一个干话团队啊 讲说什么 哎呀我们不要讨论这些东西啊 讲政见啊 你知道最近这两条战线 就是从陈时中开始的 陈时中真的还想说 哎呀你们他们的政治 我都很难回答 那我们来讲政见好了 于是他就开了一场 大巨蛋记者会 讲说我未来 我处理大巨蛋 讲到公开透明 哇靠 讲到公开透明不讲还好 一讲大家想说立贤 立贤公开 3加11公开了吗 透明 我们疫苗我们的快三 你透明了吗 这个战线是从这边来而来的 是陈时中 说我来讲政见 我讲大巨蛋公开透明 结果才被人家这样扣啊 这样扣然后呢 扣到最后恼羞成怒啦 讲到公开他就生气 讲到透明他就恼羞啊 最后呛这个讲完 你不高兴你去选总统嘛 一两年之后去选总统嘛 就是这样子啊 这不就是个干话王吗 然后整个团队也是莫名其妙 我今天早上才看那个 这个读的这个新闻 吴思瑶总干事 写什么 写了一篇文章说 讲完八月十三到二十三号 这十一天来 两百零八则的新闻露出 百分之八十五都在抹黑 陈时中跟民进党 我心想说 哇靠那这是讲完的promote吧 大家不都嫌讲完太废吗 结果民进党 吴思瑶帮他统计了一个说 他这么会骂民进党 结果细看一下 其中百分 其中有六十八则是在谈疫苗 三十几则是在谈这个 好像是三加十一 还有二十则是在谈这个 反正就是防疫相关的 这些都是抹黑 这些都是抹黑贵党 这些都是抹黑陈时中 这不荒谬吗 再往下看还有什么 谈中介法的也被列进来 然后谈柬埔寨的也被列进来 什么都列进来 你党是说不得是不是 陈时中是说不得是不是 我觉得做这种文宣 基本上脑残啊 我不能让他想象说 为什么陈时中的团队 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你怎么可以废掉这种程度 你的脑子是接错神经的 是不是 怎么会做这种文宣来 所以我就觉得 好不好 今天选举 今天选举 大家都忍着看吧 就快看闹出多少笑话来 然后呢 最后要提醒陈时中 陈时中今天为了要切割小智 说他已经离开了 没有小智没有离开 小智还在清白的战场上面奋战 你懂不懂 那他也还不提宿院啊 不管啊 你不能讲小智离开 小智还在清白的这个战场上面奋战 好吧陈时中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 有营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